在那個各大機車廠間高度競爭的年代 仿賽車就是大家的精神領袖 而屬於市售車比賽的最高殿堂 WSBK理所當然地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Ling X7R就是在那樣的年代背景下誕生的時代產物 繼承了SBK冠軍車種Ling XR750的優良協同 動力心臟為749cc的水冷直列四缸短充程引擎 壓縮比高達11.5 車頭前方兩個大型Rain Air衝壓進氣孔 高速時可利用風壓提升引擎進氣效率 配上38mm的大口進化油漆 在11500轉時可駕出109匹的最大馬力 極速更高達260公里 在當時幾乎可說是750cc級仿賽車中的最速男 賽車系統採用兩顆誇張的TOKIKO對向六活塞卡鉗 配上320mm半浮動式碟盤 讓這台車重210公斤的猛獸變得相當聽話 Ling X7R採用輕量化的鋁合金雙涼車架 以及壓住成型的不對稱後搖筆 加上壓縮回彈阻尼全可調的43mm倒立式前叉 與Unitrack多連桿後臂枕 整台車可說是站立滿點 下次從後照鏡看到綠色猛獸慢慢追近 記得它的名字叫做Ling X7R喔 我是漢堡小編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掰掰